台中有一名黄姓男子 今年8月砸了重金 找来武师团跟钢管女郎 在台中监狱的门口 替朋友庆祝出狱 高调接风的举动 也遭到警方 依戒端子扰公共场所 违反设违法送办 不过台中地院审理之后认为 黄姓男子只是接风 并没有构成戒端子扰 裁定不乏 但警方决定提出抗告上诉 钢管女郎扭摇摆屯 温活辣演出大秀性感舞蹈 炒热气氛 紧接着还有武师团特技表演 东东西反乡 怎么热闹 仿佛是大型庆典 现场热闹非凡 不过这里不是在办庙会 而是在台中监狱门口 他们迎接的主角 疑似就是穿百姨黑裤 手里提着两袋物品的 无姓男子才刚出狱 因为最脸都出来看了 今年8月 无姓男子有人黄姓男子 杂重痴替他接风 庆祝出狱返乡 但高调举动 警方认为戒端滋扰公共场所 违反是违法妨碍安宁秩序 但台中地院却裁定不法 他是要迎接有人出狱 会有假戒事端滋扰的行为 而妨碍公共秩序或社会安宁 不能认为 已该当于戒端滋扰的要件 故裁定其行为不法 法官认为黄姓男子 只是迎接有人出狱 没有假戒事端滋事 自己觉得观感不佳 低调出来安安静静的 就是怕有人会模仿 警方认故意将过程 陆营彭文 上网高调的炫耀 已经严重影响社会观感 本分局将于收到裁定书后 立即检据姓氏证 依法提出抗告 毕竟监狱是关押囚犯的地方 这般大张旗鼓 庆祝出狱 恐怕难以让大众接受 就盘棋城市捷台中报道